第六题第六题第七题是提主 台湾2017年回收约50亿支宝特瓶 以600毫升瓶装水估计 为了创造新价值 仿制业者将宝特瓶回收制成锯子纤维 以高科技抽丝技术制成环保砂 一件环保球衣约使用7到8个宝特瓶 重新制造而成 2018世俗赛 共有32个国家参与 其中16个国家代表队身上的球衣材质 就是用台湾回收宝特瓶所制成 外国媒体更倚 台湾在球员在更衣室赢了世界杯足球赛冠军 胜战台湾的环保球衣技术 第六题是问 宝特瓶可以回收再制成球衣 则下列叙述何者 较符合宝特瓶的结构与特性 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了 宝特瓶是一个链状的聚合物 因为是链状聚合物 所以它是属于热素性的聚合物 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较符合宝特瓶的结构与特性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链状结构热素性聚合物 我 temperature的聚合物 有人的聚合物